活體肝移植的病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會有膽道的一些併發症 膽道狹窄是這些膽道併發症裡面比較常見的一個部分 它造成原因的話 大部分都是一些疏後的一些結痂 或者是說因為在手術的那個部分的卵組織有一些缺血 或者是有一些排斥或者是一些免疫反應 所導致的一個狹窄 或者說全身的搔癢 包括了眼白、皮膚、小便 是不是有變黃色 另外的話是不是有胃口擦 食慾不振、全身倦怠 或是上腹部的不適 我想如果有出現這些情形 可能都還是要密切的跟你的醫師保持聯絡